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了小学 开始了 大家开始学英文 每个礼拜都有英文课 一直上到小学六年级 六年级上来之后进国中 大家都知道国中就开始 正正事事要准备很认真的来研究英文的文法的一些东西了 要考试了 非常努力的学 然后进高中 进大学 到了大学一年级 大概我们还有个大一国文 大二大概就没有国文了 所以大家大概学中文 大概学到大学一年级 差不多也就不再学了 可是学生在大二 大三 大四居然还是要学英文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要参加托福考试 这一个考 这一个雅师考试 甚至要考就业的这个多艺考试或者是英检考试 所以在学生时代就是一直考 到了研究所 到了出来找事情的时候 好多公司会跟你要多艺的成绩 所以你就还是要准备这个英文 然后呢 各位一路工作工作 好不容易退休了 我想好多的这个年长的朋友呢 你们还是会这个 这个去买几本英文的杂志啊 或者甚至去上一些这个长青的学院去学英文 各位 真的是英文是惨我们一辈子 学生我们是从小学到老都要学英文 按照这样的推理 各位我们这个国家 大家从小一辈子的来经研 钻研这个英文 那还得了 我们这个国家叫英文大国 各个英文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穷其一生来学习英文 那么怎么会英文不好呢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 大家请问你们 你们的英文好吗 各位 我们如果英文好的话 就不会物以稀为贵了 各位看到我们在台湾啊 英文好的人绝对是少数 所以他们会物以稀为贵 所以他们也很骄傲 也很生气 会英文的人卖弄几句 甚至女孩子呢 就会找一些外国朋友 来表示她的英文很好 所以呢 这个物以稀为贵嘛 英文好的人少 所以说她就很违贵 但是我想倒过来请教大家 一个菲律宾的朋友 他会觉得他英文好很贵吗 一个新加坡的朋友 他们会觉得他们英文好很贵吗 不会嘛 他们大家都会说英文嘛 那相反的 我们在我们这里啊 英文好的人很少 所以就很贵了 那么可是不对啊 英文是缠着我们一辈子的啊 我们的学生是从小学到老的啊 我们的英文怎么可能是不好呢 这个问题就从我们的学生来谈起了 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开始学英文之后 就开始就就完了呢 很简单 各位 一考试啊 就完了 为什么一考试大家的英文就完了呢 好 那么同学或者是各位朋友 我们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们一考试就完了 首先考试大家第一个 是不是叫背单字 而各位背单字几乎90%的朋友啊 你们背单字都是没有声音 没有思考的 我在右手边这个上面写了一个声字 这个声字啊 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 这个声字是一个药品的名字 它甚至可能不是英文 各位请你背这个单字 背这个单字就是没有声音 你不晓得它怎么念 你也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 来 各位死背下个礼拜考试 这样子学英文就是我们90%的同学 学英文的一个方式 英文是单字加上文法的结构 就成为了句子 而句子就是各位看到的 一个一个的句子 用这些句子我们来听说读写 甚至来参加考试 所以说各位为了要达到最后的 这个了解句子的目的 你当然先背单字再学文法 这就是学校教给大家的东西 可是各位单字一定要有声音 因为这是个语言 它不是像我刚才列的这样子的一个声字 这没有这个声音 没有思考 你学下来是要干嘛的呢 它能够用吗 你能听得懂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学习方式 好 那各位 我们一定要有声音 要有思考 这样子我们学出来的英文就是火的 可是在学校一考试 这两样东西就没有了 首先背单字呢 就大家不需要记这个单字的声音 也不需要知道这个单字是怎么来的 它的上下文怎么说 就是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比如说这个接受叫receive receive就叫接受 好 那学生在学校准备考试 他们基本上第一个是不念声音的 他就死背了 接受叫R-E-C-E-I-V 这就是他们所记下来的东西 他既没有声音啊 他又没有所谓这个字的上下文 也就是说他不晓得这个字是怎么用的 这个receive意思是接受 接受个礼物 接受圣诞节 人家送给你的一个这个卡片 这是一个接受的意思 可是呢 我们的学生就开始了 他就这个等到他要写email了 在工作上写了 他就写成这样子的句子 他说 My boss didn't receive my suggestion 我的老板不接受我的这个建议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他把这个建议交给老板 提给老板 可是老板不接受 老板不喜欢 所以他就照这个 他之前所背过的单字 这个接受叫receive 可是各位朋友 如果是外国朋友来看 他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了 这receive是接受礼物的意思 怎么会是这个 喜不喜欢这个建议呢 如果我们说老板不接受 不允许我的这个建议 应该说accept 或者agree to这样子的字啊 才叫做他这个 不同意采用我的这个建议 这才是这个学生的真正的意思 而不是这个receive啊 可是从中文来说 它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中文都叫做接受啊 好 那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写出 很奇怪的英文了 学半天的英文 他的单字背了不少 这个上了场 他是不敢用的 不能用的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 这个东西 即使我的英文不好 各位看 My boss didn't like my suggestion 我的老板不喜欢我的建议 我相信全世界人都看得懂 就是老板不喜欢不接受你的建议 我的英文好像只要国中程度 我就可以用了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学到大学 学到了研究所 一辈子都在学英文 他不一定能用呢 好 这第一个就是我说的考试就完了 他根本不需要声音 不需要思考 完全以考试为倾向 第一个就是背单字 好 那各位朋友 你们就努力的背这些字嘛 你去看看嘛 你背了十年 你能用还是不能用呢 我们学校一年一年的 教导我们这些东西 再来第二个 我们刚刚说过 一个要有单字 一个要有文法 所以呢 我们要教文法 我们在学校学的英文是 兼设难懂 支离破碎 所以很少人能够在学校里 把英文学懂的 但是 如果各位没有文法 即使你有单字 我可以和你保证 你照样看不懂 我相信很多朋友 你们就是受这个苦了 把单字查完了 还是看不懂 对不对 这就是因为各位 你并没有具备 英文的文法思考能力 每一个章节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像我们六个符号英文法 我们教给大家把英文的句子 当成一个人的一个整体的观念 可是呢 我们在学校教的文法 是支离破碎的 一张一张分解的 这样子来讲的 前面跟后面没关系 后面跟前面没关系 等到你把英文这张学完了 它并不能够真正帮你看得懂句子 或者帮助你运用 所以文法好像是 就是专门考试ABC的东西 考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不是来学英文用的东西 我现在想举个例子 各位看到这个字叫做名词子句 这是在英文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法关键 然后随便找一本参考书 文法参考书 我们就看到它有这样子写的一些东西 好 各位 我欢迎你来看看 你看得懂 我会佩服你 我从小我看不懂这些东西 我真的看不懂 我觉得真的东西 我真的是看不懂 它在写些什么东西 就算是我勉强看懂了 我不晓得我的英文的进步 跟它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不会英文呢 好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句英文 That the earth moves around the sun is true 这个前面的 这个红颜色的地方 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请问你它现在到底在干嘛 好 那同学 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学的 这个英文的文法 知离破碎 知知解解 那现在我们都没有几个人 真的懂这个英文的文法 可是我说过 英文的文法 是一种外国人 英国人的思考方式 你不懂的话 你学英文 就像我们刚才背这样子的单字 真的是莫名其妙的 不知来龙去脉 你读的是很辛苦 学完没有用 过一段时间 我保证你就忘记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六个符号怎么解释 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所谓尖色难懂的名词子句 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什么叫名词子句呢 在英文里面表示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子句 都会有一个字带出来 就是我们的中华湖里面 带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字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Lat Lat本身并没有意义 但是它就是规定 要带出一个子句 它要有一个字 这个字呢带出来 然后里面要有主词动词 这个主词叫 The Earth 叫做地球 Moves 叫做移动 怎么样的移动呢 后面带出个片语 借词加名词 Around the Sun 烙着太阳转 地球烙着太阳转的 这件事情呢 也是是呢 是真实的 是这个大家都 这个认同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前面的 这个就叫做一个名词子句 在这里担任一个 很重要的主词的角色 所以这句话就叫做 地球是烙着太阳转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我们六个佛号英文法 刚才讲了 你要懂这个思考 你还有声音 也就是说 你读完这个句子 你要会说 会听 会写 会读 所以我们就要念了 That the Earth Moves Around the Sun Is True That the Earth Moves Around the Sun Is True 各位我保证 因为你理解之后 你再去念 念它个十遍 二十遍 我们会要求你 念很多遍 因为你要加强 你的反应 这样子你将来 你要去说 要听 都很容易 而且你会将来 会发现 你十年都忘不了 因为这是深深的 有声音 有思考的 进入你的脑海之中 所以你会记得 你会运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了 在学校里面 背单字 然后学校教的 文法监设难懂 是造成我们学英文 根本是学不能用 可是一年一年的 折磨着我们 在我们念书的时间 我们被逼着 一直读这些东西 读完了之后 我们却不能够 这个对英文产生兴趣 对英文呢 达到所谓 能够使用的一个目的 可是却花了 我们那么多年的时间 甚至还成为 我们深学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 判断我们生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目 这样子 大家真的觉得值得吗 学了半天 学不好 花费了多少的青春呢 那么我们绝对 也不能够否认 在这几年台湾的教学当中 我们也的确 有少数的学生 的确是 这个学出了 不错的英文 这不能否认 尽管虽然 绝大多数的学生 出来英文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学校 各级学校都很困扰 以前我们在旧时代的 这个时候 我们都从国中开始学起 我们大家的英文 当然是不好的 那现在小孩子都从 出生就开始学起了 他们真的比我们 这一代又好吗 这个我是绝对不相信的 因为我们看到 实际的现象 现在很多孩子 英文是 更提早的 他从小学就学起 小学一年级开始 学了两个月 就考试了 一考试 会有兴趣的学生 那真的是少之又少 那么考试 带来给他的 就是羞辱 成绩不好 被老师骂 被学生家长骂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 从小到大的 一种负面的感觉 他如何能够 喜欢上英文 到了国中高中 不喜欢读英文 根本英文就是 上课睡觉的学生 是越来越多了 到了大学 能够真正用英文来读的 这个学生 也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好 那现在我们又来谈谈 那优秀的这些 少数同学 应该也还算值得吧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 所谓这些优秀的同学 到底代表什么 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成绩好 对不对 他们的考试成绩很好 所以进入很好的大学 进入很好的机构 可是 现在我们也来研究一下 什么叫做成绩好 这是我们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叫做 马可波罗 这是世界有名的人物 叫马可波罗 他曾经来过中国 待了二十年 那么这个文章呢 就讲了这个 一个他来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故事 而且他当时说 中国要比当时的欧洲 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他自己的母国 意大利 任何国家 都要进步太多 太多了 所以他后来描述 这些很多在 这个中国当年元朝时代 好久好久以前的 这个时代 中国进步的一些情形 这太精彩了 我们可以当中 学到很多 这个历史的一个事实 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些理念 然后甚至 我们可以引发 我们的一些思考 引发我们的一些联想 甚至创造出一些 很多的商机 这是学英文的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目的 英文是个工具 利用这个工具 来加强我们的对英文的 听说读写的能力 去能够收集到外国人的知识 跟长处 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 甚至帮助自己去加薪升官 可是我们的英文 如果是变成考试的时候 各位这篇文章本来是很精彩 很有意思 很有内容的 那可是一考试 我们根本不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根本不会管 这些事情的内容 也不要让我去联想 因为我只在乎 这个里面的这个单字 这个叫Emperor Emperor就是皇帝 各位看到这个题目了没有 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一考试 大家的注意力 就注意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字 要大家把它给填出来 这里挖了一个洞 这个字 就叫填出这个Emperor 这个皇帝 这个字Emperor 所以我们整个注意力 就注意在这个字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学生所有的注意力 尤其是一些好同学的注意力 他完全在这个Emperor 至于其他所传导的一些内容跟资讯 甚至可以引导我们做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联想 甚至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商机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的优秀的少数的同学 他们的优秀在于他们的成绩好 那么对于国际观呢 尽管他们的英文好 可是跟国际观是完全不相连的 下面有两个生字 各位可以试验一下 去问一些英文好的同学 这个生字叫Tibet 这是西藏 中国的西藏 一直都是一个政治上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字 如果跟外国人讨论Tibet 会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可是西藏叫Tibet 请问有多少学生会知道 还有一个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做Afghanistan Afghanistan中文叫阿富汗 阿富汗是曾经让美国跟苏联两大帝国 头痛得不得了的 打仗居然打不过他的这个国家 这叫Afghanistan 那这个国家当然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请问我们优秀同学当中 你会关心多少这些国外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优秀的同学啊 其实我会感觉上就像我们是一个原始部落 虽然我们大家都在学英文 真正英文能好的能够当通译当翻译的人 都是少数很少数的 所以我们整个就像原始部落一样 这是一个令我们非常叹息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直以来这就是我们这个孩子 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学英文 学到现在 可是我们学的真的是很痛苦啊 看到学生们对英文没兴趣 看到英文学生花了那么多时间补习 家长花钱 整天考试 考完了以后 大部分的学生英文不好 没兴趣 少部分的学生虽然考得很好 让家长很高兴 可是这些学生呢 其实说实在的 也都是没有国际观的 对我们的台湾的竞争力 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的这一个体力来学 真的是值得嘛 然后呢 我们六个符号英文法 虽然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个主流 我们都知道主流就是去考试 只管分数 不管能不能够学到英文 这是我们现在的主流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坚持一个 我们的理念 我们希望在我们教英文的时候 我们都教得很快乐 本人过去就是英文 升学补习班的老师 我当时最大目标就是 教会学生考试 考上好大学 这是我的成就 当然我也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可是后来发现 真正能够在学校里面学英文 能够听得懂跟得上的最多 就是10% 20% 另外80%到70%的学生 说实在就叫呸 可以公子读书 根本就是在那边拖时间浪费时间 错真的 他们既然学不好 何不让他们学更有意义 更有技术性的东西 何必要浪费时间再学英文呢 而这前面的10% 20%的同学 虽然说考试考得不错 不说 不听 不运用的 考试考什么 我读什么 不考的 我绝对不读 而考试之外 东西 比如说要研究这个 我刚才讲的 去对于Tibet的理解 对阿富汗斯坦 这种国际观世界的 这种理念的理解 根本没有兴趣 因为考试不必考 所以像我们的孩子 现在每个孩子在小学 都会学两个这个语言 一个叫乡土语言 学国语之外 还要学客家话台语 一个要学的就是 这一个英文 可是我发觉 我们的小孩子 到了六年级毕业的时候 他是既不能说台湾话 这个说客家话 因为这乡土语言不考试 不考试 当然我就不必这个努力了 所以很少小朋友说 能够说的挺流利的 把我们的这个方言说的好 然后英文 我更看不出几个小学 六年级的学生 能够讲英文 除了少数之外 大部分学生是 不会讲英文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考试了 所以台湾的教育变成 不考试我学不会 你考试 意味你考试 就是一个填鸭式教学 我还是不会 那到底 我们要教孩子什么东西 那么六个佛号英文法 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想 我们教书要教的快乐 而不要像我以前这样 我根本就是在污人子弟 我根本只是在残害这些学生而已 我把他们教了 让他们不会 让他们觉得没意义 没兴趣 然后呢 我们学生学的要有趣 要学的有用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用 我们干什么 要学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学好六个佛号英文法的整个理念 用这个理念呢 来听说读写一辈子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你要学到一个基本概念 你的文法概念 你有说话 跟这个念诵的一个好习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习英文 是老师教得很快乐 不要像我以前一样 只是在这一个扼杀孩子的学习的兴趣 他们学完 学的英文很讨厌 然后学好的英文的人又不能运用 那我根本就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浪费他们的青春 我自己真的是不快乐 而学习者一定要学的有趣 更重要的是 你学完以后要有用 你能够用得出来 如果你不能用得出来 学完就把它忘记 那你干什么要来学呢 所以我们会很诚恳的建议大家 请你先很简单 很快速的 把一个完整的文法思考先学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 养成你在学英文当中 念诵跟说话的习惯 有了这些习惯 就是说你学到的东西都会念 都会说 就是你很简单 一边念一边学 而不是这一个闭着嘴 闭着耳朵 这样子来拼命像被那种医药性的单字 那样子来学英文 学了这些东西 如果你一定要考试 你再来考试 这才是健康有意义的 千万不要一学就要考 我们的国小的孩子 一学就考试 一考试考不好就被骂 这就是不好的方法 或者是更天真的 就是你用考试的方式来学习 一考试各位好多同学都要考多艺 一考它里面一个就是一个分词构句 一考就是刚才说的名词子句 你根本都不懂这些硬塞给你 你能快乐 你能够进步 就算你勉强你的记忆力过人 你学到了 你考到了 你考过了 请教你 你能用吗 考完了不能用 说实在 你干嘛 闲着没事 天天去考试啊 所以 我们希望大家 学好六个符号 利用六个符号的 这个思考的观念 以及所谓念诵的 这样子的习惯 整个学来之后 来后 你就可以 用用来听说读写 不管你要的是 做什么 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 运用它一辈子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 一辈子的青春跟时间 来学英文 请大家再听一次 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学好了 大家来听说读写 用它一辈子 而不是一辈子来学英文 就像我刚才看到的 给大家说的 学杂志 一年十二期 我多送你三期 我保证你英文 不会进步多少 相反的 我把你扣掉三期 你也不会退步多少 你只是一辈子的 在那边学英文 我们有好多观念 提供大家参考 当然更实际的 我们提供你方法 怎么样子 马上改善 怎么样进步 这些呢 我们都拍成了很多的 精彩的影片 来给大家做一个教学 欢迎各位来去参观 希望我们这套有效短期 跟经济的这个方式 培养大家 学完能够记得住 记得住能够运用 或者你去参加考试 六个佛号英文法 就是坚持这个观念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 更多想要学习英文的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